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人一票 也不止这个结果 再往后分别是 徐怀玉不到一千万 陈佳化不到八百万 邱辞选四百万多一点 最少的许静运 才刚三十万 也就是说 每伊里牙一个人的票数 比剩下三十二位加起来 还要多 如果对方是国内明星 这一定会被质疑有内幕 以内娱饭圈的德行 搞不好又是倒牛奶舔瓶盖的操作 可问题在于 每伊里牙是个日本歌手 都很少有人知道她 又哪来的粉丝刷票 其实这也不完全对 每伊里牙在中国 原本就有着强大而隐秘的粉丝团二次元世界 有人将每伊里牙的爆红 形容为二次元的春天 她们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血洗内鱼的套路 不过好在 她们都是自发的 并没有什么利益驱使 话说 每伊里牙是谁 二次元又是什么鬼 一 每伊里牙你是谁 每伊里牙是个日本女歌手 1992年出生于日本辞城 每伊里牙只是一名 她本名水桥舞 听起来 也很美 2003年 11岁的水桥舞以四人组合的形式出道 在乐坛奋战多年 最大的成绩是 唱了动画片《宠物小精灵》片尾曲 2010年 水桥舞开始以美伊里牙之名出现在日本的视频网站上 主要任务 就是翻唱 后来她的组合解散 又找到新搭档 也就是下面这位 翻译过来 叫特库 他们组合 简直G团 一个负责作曲 一个负责演唱 美伊里牙在日本有些名气 但是真的不大 而在中国 却完全不同 这就要说到她的代表作《极乐净土》 极乐净土是首什么歌 表达了什么主旨 没意思 没主旨 也没有大情小怀 什么也没有 就是虚幻的二次元世界 随心所欲尽情歌唱 忘记时间尽情欢跳 这首歌在2016年传入中国 瞬间火爆视频网B站 其鲜明的节奏和魔幻的舞步 让无数喜爱二次元文化的宅男 为之痴迷 为之疯狂 从此 美伊里牙被封为二次元女神 不过 让很多二次元伤心的是 美伊里牙已婚 她的老公是乐队吉他手 二人于去年11月结婚 对于这一消息 有粉丝表示说 上衣忙我还刺大牙 下一秒笑容就没了 没了就没了吧 安静地做个二次元就好 二 二次元又是什么鬼 二次元本身就是一个日本文化概念 翻译过来 可以叫二维空间 或者二维世界 官方定义为由漫画 动画 游戏 轻小说等 所营造的虚构世界 是不是还是很拗口 通俗典讲 就是日漫风 非主流 再通俗典讲 就是宅男所热中的卡通世界 游戏世界 但这个卡通 不是迪士尼式的卡通 而纯粹是二维纸片人式的卡通 如果说普通宅男眼中的 性感女神是这样的 那么二次元宅男眼中的 性感女神则是这样的 二次元的标签有很多 比如宅 懒在家里不想动 很可能还患有社交恐怖症 比如萌 喜欢卡通人 穿着打扮像卡通人 说话也跟卡通人一样 比如府 我们都知道的公与兽 和单美小说通人漫画 都是典型的二次元文化特征 说句难听的话 二次元人群 通常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天真 单纯和幼稚 当然 换个角度去看待 也可以说他们活力四射 元气满满 且别小看这个群体 其实很庞大 仅从此次的投票数量 也能感受出来 在其原生活日本 二次元经济层占GDP的百分之十 我们这里 比例没那么大 但数量并不少 因为群体基数不同 这些人的消费能力很高 关键还盲目 不理性 就像年轻的粉丝 之于自己的爱豆 道理都是一样的 三 二次元的疯狂 有很多日本民生 在本国的知名度 远没有在中国高 比如金武英雄李山田光子的扮演者中山人 她的姐姐中山美穗名气很大 她却只是个小透明 没想到 和李连杰合作一把 演了陈真的老婆 就让无数国人对她喜之不惊 又纯又郁 是锦川里羽们的始祖 每一里雅语之类似 她用一曲《极乐净土》 为中国二次元界营造了一片极乐净土 只不过 在此之前 她的名气也仅限于二次元界 在国内 喜欢她的人 都集中在B站 动不动 就早遭遇最高礼仪的弹幕刷屏 也就是刷到什么都看不见 美伊里雅在本国不受关注 在我们这里备受推崇 这份知遇之恩 也让她颇有些受宠若惊 为此 她自学中文 也不时会来中国演出 此次参加《浪姐》 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初次亮相 排名并不靠前 毕竟 《浪姐》是个大众化的舞台 二次元是个小中化的世界 可是随之 那些二次元宅男服女们 得知自己的女神上节目了 瞬间清潮而出 迅速让她的排名爆炸式上升 说到此处 很多媒体都用了血洗两个字 说是要让内宇感受一点暴击 对于美伊里雅的爆红 很多人都一头雾水 也有些人不屑一顾 甚至还有人上升到民族情感 文化入侵层面 说凭什么让一个外国歌手 在我们的地盘上 这么嚣张 且不要上纲上线扣帽子 单就音乐表现本身来讲 美伊里雅确实有实力 又有活力 无论二次元也好 三次元也罢 人家起码数页有专攻 会认真对待 不像我们的娱乐圈 歌没唱好就想去演戏 戏没演好又想开公司 带徒弟 大搞粉丝经济 资本操作 天天琢磨赚快钱 割韭菜 这下可好 飘扬过海来了个没有粉丝的 一上场就打了所有姐姐的脸 有网友说 人家一个二流歌手 对我们都能形成降维打击 这话有夸大的成分 但不是没道理 就在美伊里雅爆火的同时 浪劫选手一工演出 还有人站旁边滑水呢 但愿这一现象 能让某些不求上进的明星知道 所谓圈粉 终究还是得凭实力 不能生拉硬拽 一锤子买卖 当然 至于担心什么文化入侵 完全就是多余 中华文明几千年 深厚而包容 任何外来喧嚣 到最后终不过浮云一场 不用惧怕 也不用排斥 更不用视为洪水猛兽 总有一天 二次元总会有成长为一次元 总有一天 宅男也会想要出来晒晒太阳 他们如此卖力的蓬美伊里雅 正说明本身迫切想要得到认可 眼下 我们要担心的 反而应该是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还有学习的能力 是否还有上进的动力 只要有 就不用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